孩子们虽然对这个社会有许多懵懂不解,但他们惊人的观察力有时却可以一语道破真相。 让大人惊讶不已,当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一位父亲马修杰拉德·Mathiel Gerald不幸因工训职后, 两个女儿却在父亲葬礼上,对妈妈说了很奇怪的话。 杰拉德一家本来是幸福的四口,父亲马修杰拉德在警局工作。 但在2016年的7月17日,马修不幸在执勤中训职,留下心脆的妻子德奇亚德·Mathiel Gerald独立照顾两个女儿。 而,面对丈夫的促然离去,德奇亚只能一边擦干泪水,一边努力料理她的后事。 在马修葬礼当天,全场都沉浸在肃穆哀气的氛围,德奇亚的两个女儿却对她说了很奇怪的话。 大女儿很果断地告诉她,妈妈你怀孕了,我觉得我们家要多一个人了。 德奇亚本来觉得女儿在开玩笑,毕竟她一点怀孕的症状也没有。 但过了不久后,小女儿也跑过来,说了跟大女儿一样的话,她这时候只觉得两个女儿可能误会了什么。 回到家后,由于女儿们的态度很坚定,德奇亚还是半信半疑地去买了验孕棒。 这时候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 她不敢置信地说,这听起来真的很诡异。 但就是这样发生了。 葬礼过后,女儿们一直坚持我怀孕了。 我验了后发现我真的怀孕了。 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德奇亚在九个月后迎来了马修的遗父子,菲林,菲林 Matthew Gerald。 这个新来的小生命先许冲淡了马修离世的伤痛。 德奇亚深深认为,这个礼物是上天赐与他们的补偿。 而马修的爱与力量都会透过她延续下去。 德奇亚提到,在马修去世后,她就把结婚戒指摘下,制成项链,挂在胸口上。 当菲林出院回家,德奇亚抱起她准备喂奶时。 菲林却紧紧抓住了这枚戒指。 我们都感觉到了孩子父亲与他们同在。 那是一种苦涩中的温馨。 很难形容。 但那触动了我的心。 感觉我们又再次拥有了马修。 马修的同袍们也很高兴地庆祝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他们将菲林的小名许叫纽扣。 因为那正是马修在执行时的代号。 对德奇亚来说, 抚养三个孩子并非一世。 但她有着爱与勇气作为支撑。 会一直努力向前行。 其实孩子们率先察觉母亲怀孕的情况并不罕见。 但在德奇亚当怀孕的时刻, 两个女儿就双双指出了这件事情。 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个新生儿沉寂了父亲的爱。 也希望他们能从伤痛中慢慢走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